各位量学的学员啊 为了方便我们所有人 去学习我们量学的知识 那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平时我们在家 哪怕是收视的时候 不是开盆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训练 我们量学的知识呢 怎么把我们的眼光给提升呢 就是叫四期 平时我们人传红助教 和大家做的四期啊 是纸质版的 对吧 它截图给大家看的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 就可以做这个四期训练 举个例子啊 你随便选一个个个 比如说叫中恒电器 或者说你倾倒 倾倒稿 你右键 有一个训练模式 看到了吗 训练模式 点一下 它这个训练模式呢 它初始资金是一百万 初始资金一百万 和你自己实际的账户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哪怕这里面啊 你亏了只剩下一块钱 这也是模拟盘 和你实际的账户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你怎么做 做训练呢 举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叫随机提取数据 还有一个叫更换至此日期 你可以自己选日期 那建议大家就是随机提取 因为这样带有随机训 否则你比如说熟悉到一段 个股的行情的话 那影响你用量学的判断 对吧 你比如说随机提取 2020年4月20日 那后面的走势 我是不清楚的 我们学员也不清楚 那你就要按照我们量学的标准看 几个例子啊 我先这肯定是一个反面案例啊 我再详细的说一遍 这么操作一定是一个反面案例 就比如说有的学员 在这一天啊缩量又有精准的时候 你跟进去了 对吧 有些时候 运气好赌对了找上去了 但是按照标准来 这个是不对的 就比如说你要去跟进啊 这个是不对的 你随便买 比如说买一万股啊 买 买个十万股也行 对吧 按照我们仓位管理 对吧 有的人钱多 有的人钱少 那对于我们新学员而言 一定是要按照我们量学的仓位标准的 比如说这现在是有一百万的初始资金 那你分成四个 每一个个股的模拟仓位是25万 对不对 那你第一次在这个个股上的模拟 不能超过25万的三分之一 对不对 那是多少呢 帮我看钱啊 对吧 八万多一点 那你还可以写一下交易理由 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 你跟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根K线 就会告诉你到底对不对 这边没有有效跌破这个实底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你看跌破实底了吧 对不对 这为什么告诉我们量学要左预判右确认 如果你在这边看到有精准就跟进去了 你很有可能就吃了往下砸的 这个跌幅还小 有一些跌八个点七个点 那你怎么办 对吧 那有的学员在这边说 我受不了了 我模拟下车 你可以全仓模拟下车 也可以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看你对我们量学仓位的标准 还有你自己的风控啊 自己先练 你看你通过刚才一个不确认就跟进 少了多少钱 少了两百多块钱 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第一一定要确认 第二是什么呢 你仓位管理一定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刚才就一百万堆进去了 那你现在少的可能就大几千 甚至三万块钱 因为我们刚才只有八万块的模拟资金 那你稍微做错了 你还有挽救的余地 那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学员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千万不要想 当然一定要按照标准 你每做对一步 就是对自己量学标准的一个强化 还有对自己信心的一个强化 大家一定要用好这个四期训练 这个是在你收盘之后还是可以训练的 那有的学员说 一开始我乱做的 做的不行 那我想重新来怎么办呢 重新训练 看到了吗 点个重新训练 你所有的记录全都没有了 出示资金又变到一百万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就是四期训练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是你要自己提取 你自己选日期也行 跟你混到某一天 然后你关闭训练之后 你比如说现在想要关闭 你第二次给它打开 情况是不变的 就比如说有操作 你之前有操作 关闭了训练 第二次打开的时候 你之前所有的这个记录还在这里面 一定是要等到重新训练 就像初始化一样 才会把你所有的训练标志给打掉了 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 关闭的训练会影响你 把你前面的记录全都给删掉 只有重新训练才会把它删掉 那目前就是和大家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我们这个四期训练 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员 不要盯着 只盯着我们教学作业 教学作业 有一些一定是能走牛的 但是你如果不懂标准 你也跟不上 对吧 把这些知识学到位之后 我们系统的学习之后 就算没有我们教学作业 我们看到一个个股 强还是弱 能不能跟 什么时候跟 什么时候下车 我们自己也有标准